据朝中社报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8号和9号再次的视察 西部平安北到益州郡等受洪灾影响地区 探望当地灾民并且宣布将把平安北到 等三地灾区的部分灾民转移至首都平壤 来实施社会援助 金正恩来到益州郡灾区 探望转移至救灾帐篷内的灾民 他宣布在未来两到三个月的灾区恢复重建期间 平安北到 慈江到和两江到的灾民家属 包括儿童和学生 老年人 病弱者 农育军人 和带婴儿的母亲共计约1.54万人 将被转移至平壤接受社会福利 直到灾区重建和修复完成 金正恩表示 在任何紧急情况下 儿童保育和教育工作都是国家首要事务 不能放弃 金正恩在专列上向群众发表讲话 对恢复重建工作做出指示 强调救灾工作关系到朝鲜劳动党的地方发展纲领 他敦促水利部门科学分析 提高当地排水能力 并表示 要在益州郡兴建新式住宅 建设理想的农村文化城市 他并谴责韩国媒体关于朝鲜严重洪灾的报道 是捏造的 是出于政治动机的虚假宣传 并称受洪灾影响的民众都平安无事 针对韩国红十字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俄罗斯和中国等国际社会提出的援助意愿 秦正恩表示感谢 但强调还是要自力更生 要靠朝鲜民众自身努力完成救灾恢复工作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